普犯幽柱要做小孩却被撞死 但林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处 得到重申机会还成为林界侦探 1990年开始连载的《悠悠白书》 是不少青年吉生的童年回忆 OTT平台日前宣布开拍真人版 主角们造型海报登场 北村将海饰演男主角普凡幽柱 至尊纯出演藏马 至于帅气冷冷的飞影则有本乡奏多单纲演出 但卡斯伊曝光评价两集 有人说神还原 但有网友喊话别毁掉大家童年直呼崩坏了 另外还有人发现飞影长得像他 既然被点名那就来玩一下 齐剧演员伯恩用伐辣口罩低成本cosplay飞影 观众少翻说叫你模仿 不是叫你超越 日前公开前进梅丽号实景搭建过程 要翻拍真人版的动画还有《黄海王》 只是就在原著作者韦田荣一郎 准备重新连载之前 他在推特发表亲笔信 不仅将会是最终章故事 韦田荣一郎也提到 隐藏到现在的世纪之谜 接下来全都会画出来 要大家把安全带扣好 这段宣言让有的动漫迷好舍不得 但也有人超兴奋 似乎所有伏笔的答案都准备揭晓 TVBS新闻罗洪昌 属云庭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